大家好,我是翠,今天继续我们的圈荒十四事故的说,这才是我对战字母,加我选出最近比较最新练的一个角色玛丽,明天君呢,是一个非常规的选手,他这个波非常烦人,还可以往上面扔,空龙岁压的压,空龙岁再压的压,他总是乱动,你看,又中了他这一个天猫枕头啊,落地追加头他一下,反边之后这样抓,没有抓住,他还是用这一招进行护身,呃,出波,但是我正中下怀 他又一个波,我玛丽瞬间被这个波搞的蒙掉了,看,可以把人一套打蒙的节奏我这个波,而且还可以在你身边扔波,躲躲避人的一个打法,清水在地没有连住,看我玛丽如何后续的制裁他,哎,还剩一滴血,没有关系,我稳住心态,清水点一个下盘开BC,落地ES招,而他乱动了,真的一而ES角,送了上天,KO对手,接着让我们进入到下一局 下一局来看到的雅典娜,闪灵登场,看雅典娜,是不是我的对手呢,是一代 呃,首先out一下,还有三个气哦,清腿下盘开BC 没有开起来,没有关系,我们接着寻找下一个爆发点 想抓,对手闪身,还是被我揪住 现在我还有两颗西卡,能不能爆发一波,他出了一个大招 哎,这个缺反机会我并没有抓住,非常可惜 还被他投到了,雅典娜在这个版本里面仍然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各种服饰都非常好,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来看不知后,如何制裁他 哎,跟我拼身材,我又没有趴过谁啊 顶过去给他一个大招先,三颗气还有 清腿再点一个下盘开BC,让他没有反制之力 反边给一个大招,带走对手 这就是跟我拼身材的一个下场,接着来看第四局了 第四局我们来看他最后一个角色,2P 这个谢尔维,非常皮的二次元少女 伤害还很高的节奏 哎,起跳说,起跳之后出发牵制 我们来看,继续跳清水压他一下 清水下凡之后开上一个BC 但是后续的接招这次没有接住,非常可惜 看我不知后再次进行一套压制 谢尔维,他也是没有什么过防办法 对我,仍然是被我压着打 出波,还想连血,重腿没有压住 清腿下盘之后再连一个招 四连之后出波 清腿下盘,没有点住 腿花再连 居然,哎呀 他这个飞翔角确实很犀利 落第一角开BC 反边之后,他估计要放大招了 二次元的少女真的是不好惹呀 离他二十连结果跳火舞 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我八神就可以打非常稳的打法来用 因为他就剩这么点血量了 我只要用好防御性的打法,让他攻不过来 他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急 你看他又来了,闪神升龙 升龙再压他一下 看我能不能一股特剑的拿下 连续的疯狂采取我给他一个BC 升龙,他感觉要开始连断了 落地顶再顶 ES招一七连 反边,我还有希望这一局不要急 但是他剩毒破防,给我ES招结束 大家希望来一波关注我们下期视频的视频